HanHan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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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影片是 We're YouTuber School 和Odicore 榮譽贊助 各位大家好 歡迎收看HanTV 我是Tommy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 日本自由行的影片 都知道我在大半年前 就開始收集資料 安排住宿和行程 自由行的好處 就是根據自己的步伐 去安排行程 但缺點就是要你自己安排 由於在收集資料過程中 我真的用了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在各大網站 找適合自己行程的資料 或者會問問 曾經有去過日本的朋友的意見 那我那時候就會想 如果有一個網站 可以綜合全部日本旅行的資料 包括住宿、景點、分享 還有最重要的是 其他人的親身經歷 但如果我跟你說 你在這個網站 可以找到全部的資料 還有 你是可以用這個網站來賺錢的 是 你沒有聽錯是可以賺錢的 哎呀 為什麼不早半年讓我知道呢 我就不需要浪費這麼多時間去 找這些資料 又可以賺錢 那好吧 我就跟大家介紹 這個賺錢的網站 就叫Odigo 找客 首先到www.odigo.jp 然後選擇你要的語言 網站一開始是以英文為主的 可以在右上角按這個 好像地球的按鈕 可以選擇反體或者簡體的 先註冊你的帳號 可以選擇直接用Facebook 或者用email來註冊的 然後就去你的inbox裡面 點擊你的郵件 和田拓利的個人資料 那就可以得到200分 那你就會說 又說可以賺錢 怎樣賺 說重點 那好吧 我就帶大家去看看 Odigo是怎樣獎勵你的 首先第一 你要每天簽到一次 連續一個月 你就可以得到2000分 那一分是等於多少呢 一分是等於1日圓 2000分就大概是20美金左右 什麼啊 流浪網站都有錢收嗎 早說嘛 我經常看Facebook 不見他給我20元 也有人說 我想賺多一點 我希望賺取下一次去日本的旅費 那就最好了 我的答案是可以的 來和大家介紹一下 怎樣在最短時間 賺取你的日本旅費 第一 寫一篇郵寄或者是攻略 100-500分 分享你的日本旅行 美食 購物經驗 不少於300個字 並最少上傳一張照片 換幣就可以輕鬆入袋了 首次發表有100分的額外獎勵 這個是需要經過網站的審查後才會給分的 如果你上傳之後 沒有分數的話 來心等下吧 第二 銀章被瀏覽一次2分 沒錯 銀章發表後 一個點擊是等於2分的 不妨分享給更多的人看 更多點擊更多的分數 第三 點評一個景點 20分 無論是行過的景點 或者是有試過的味道 寫下你對那個景點的印象 和有實用的貼士 都可以幫助到其他玩客 記住要加上美麗的照片 這樣更加有說服力 第四 邀請好友加入 300分 更多好友更多歡笑 分享你的連結給朋友 註冊後可以得到300分的獎勵 第五 首次關注10個玩客 是有100分的 關注你喜歡的玩客 還可以得到100分 其實真的很簡單 我可以給大家看看我的分數 還有 給別人關注也會有10分 如果你是非常喜歡日本 又計劃去日本旅行的話 這個網站就為力而設 還等什麼 有得想一下做 時間不等人的 快點按下說明環的link去註冊 下一個影片我會和大家分享 這個網站怎樣幫你安排你的行程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拜拜